胡锦涛在会见代表台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连战时表示 三年多来 在两岸双方共同努力下 台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双方应该继续努力巩固反对台独 认同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他强调 九二共识是由两岸正式授权的民间团体达成的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共识的精髓是求同存异 体现了对待两岸间政治问题的务实态度 认同九二共识是两岸开展对话协商的必要前提 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 双方应该继续坚持和维护九二共识 而连战也表示 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两岸政治互信的凭借 期望双方搁置争议求同存异 为两岸人民的福祉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实际上能够和平发展的 并且将建议成的资格 并且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 不同的适合